手游酷丸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丸 在这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 也是量子特工 现在呢是去考虑这个看着附近有脚步手 然后也是去搜完东西之后 直接选择开门 然后去找这个脚步手的一个来源 但是没有发现 然后用了一个侦察 然后看着这个人 但这个位置也不太明白 他为什么能穿枪打到我 然后点了他几枪之后呢 也是没有点到一个比较要害的一个位置 然后再点了几枪 他正常直接蹲在原地 然后也是看我换子弹 然后再一次选择出来 然后直接将围墙打碎 然后再次将淘汰 这个围墙能打碎啊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这个也是在好几期视频之前 我就曾经跟大家说过 量子特工这个游戏当中呢 其实许多的这个障碍物都是可以打碎的 比如说墙啊 比如说这个树啊 都是可以打碎的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建築物的时候 大部分都要以石头为主 现在也是再次选择这个出门 然后也是不在学近附近有没有人 先去搜一下吧 然后果然在面前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人级还是是个真人啊 好像是个人级啊 但是他商量好高啊 最后要处的很多这个游戏都处了 说这个增强了这个人级伤害 然后让大家去保持自己 就是游戏的一个静整性 就有的人不是遇到这个人级 就直接感觉啊 这个吃着玩了吗 然后导致可能会被这个别人打死 然后可能现在提高人级伤害之后呢 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呢也是不要着急 然后去一步一步 然后也是看股东看到这个人 然后点几项之后呢 也是没有点到 然后现在呢也是继续持续去点的 然后现在稍微换一下子弹 这个时间是完全足够的 这个人也是一直在指着跑 不知道为啥 也是再次将激倒 激倒过后呢 其实接下来这个人也不太确定有多少 所以说也是不要哄了 现在呢也是有个问题 就是在上一次更新之后 亮头公整体的优化了一下自己的一个游戏界面 然后这个现在的一个游戏界面 我感觉看上去是比较爽的 但是怎么说呢 也不太确定到最后会变成啥样 所以说大家玩的时候呢也是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其实你现在感觉爽的话 这个可能还得需要去适应一阵吧 反正我感觉 现在我看这个界面 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不太在这 然后这个链子链子通过这个 还把这个背径啥都改了 所以说大家玩的时候呢也是稍微注意一下 你别这个还以为没赶 然后这时候也是一眼和这个再进一边对拼 我在这边对拼就是两个阵人 然后这时候呢 其实拼的我比较少了 然后我这个位置 没有选择去第一时间去打药 而是选择将它补掉 因为其实如果说他对手来了 我再不要的话 其实比较尴尬 直接将它补了 其实还能好一些 然后现在这样它补完之后 也是再一次来到空洞附近 然后发现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也是一眼在上方是看到人 然后也是再次下来 因为没太确定这个人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个比较尴尬 然后也是落到这个枪的一个 这个车的一个附近 然后稍微去捡一下地上的这个东西 但是感觉应该是什么都没有 果然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甚至 有一个手雷在我这个面前炸开了 然后这手雷也是快跑 直接开车 这个位置如果说 你继续去找它的一个位置 其实不太现实 因为那个手雷其实能扔的挺远的 而且在这个游戏当中 手雷是这个 怎么说呢 是扔出去 然后 破了东西就会炸 跟这个大家玩的不太一样 然后现在也是再一次选择去开车走 但是呢 其实这波的一个选择 那就没多少了 因为其实圈已经缩的比较少了 然后也是再一次选择下车去堵一下 对面之前打我这个人 但是也不太确定能不能堵到 其实这波的操作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如果说你还在桥外偶遇 然后你先进圈了 就可以去堵的 反正呢其实对面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很多人就有点迷茫 就是到底啊 我应该是快速跑读 还是说等到这个读拳锁 其实两个东西的一个差距不大吧 就看你想怎么做了 如果说你偏爱与打架呢 肯定是在这个读拳锁了 然后走桥啊等这个建筑物 如果说你不偏爱与打架 你就是希望自己狗一狗 那就是有毒就跑有毒就跑 这个也是大家自己选择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现在呢也是不要着急 我依然是进行了一波这个 算是位移吧 然后也是果断的看着这个 这边这个人 然后也是再次将他击倒 将他击倒过后呢 也是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补他 因为我也是再次看到了这个别人 然后也是再次选择像这个人击倒 击倒过后呢 再次看了另外一个队友 然后这时候呢 也是因为换子弹一个原因 所以说哎 因为换子弹的一个原因吧 所以说第一时间 这个叔叔没有跟上 然后导致其实他的一个叔叔 是直接来到我身上 这已经我点死了 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点倍吧 这个也是考虑牵手 其实先换子弹好了 这个有点着急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谢谢大家游戏的也是亮头公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